近期寒流来袭 全台各地冷嗖嗖 还有网友发现手机跳出了一个通知 说因为温度太低 充电速度变慢 对此有三系打人表示 由于手机多半是离电池 当遇到低温或者是零度以下的时候 续航力可能就会下滑 不过专家也说在台湾 这样的情况几乎很少见 建议民众可以检查电池还有充电器 另外天气冷 有民众在家里会开电暖器 那么专家也提醒 要避免直接吹向地面 尽量让风扇的开口往上吹 才能够避免地砖产生隆起或爆裂 萤幕上写着温度过低 充电速度缓慢 这名网友Paul文表示 它锁在地气温零度 有如手机放在冰箱里 电该如何充到满 难道真的是因为天气冷 才发生这样的现象吗 目前来说 就是离电池上一定的工作温度 那如果以大部分手机厂商来讲 大概这样都在 都建议是零度到40度之间 新式电池都近几年的 就算是相机电池 空拍机电池 其实它都有抗低温的状况 当气温过低或降到零度以下时 可能会启动电池保护机制 但专家表示 在台湾天气太冷 导致手机充电充不满 这种情形几乎很少见 如果真的出现类似状况 建议民众可以检查电池和充电器 想要将充电速度恢复正常 专家这样建议 而气温骤降 除了手机可能有状况之外 有些民众家中的磁砖 也发生爆裂情况 地砖不断传出爆裂声 向下坏民众 疑似因为温差的关系 导致地砖承受不了温差 硬声爆裂 有专家也提醒地砖爆裂 除了温差 也可能跟这样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建议民众天气冷时 在家开电暖器 可以尽量让风扇开口往上吹 天气冷嗖嗖 不想成为受灾户 可以多加留意居家的生活习惯 记得超转 张世奎台北报道